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昨天和你分享到说 施洗约翰 神对他生命有一个很荣耀的计划 其实不只是施洗约翰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荣耀的计划 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 为了叫我们行善 就是他预备要我们做的事 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一个 他预备要我做的事 他预备要我做什么样的事 他预备要你做什么样的事 但是如果你渴望在神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 能够成装神荣耀的恩典 完成神对你生命的托付 神也在问我说 那你愿不愿意付一些什么样的代价 那个不是一个律法的规定 而是我里面的一个回应神的心 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运动员 运动员过去在演讲说 一些运动员在里面 他们是职业的棒球手 所以他们这些运动的人 有时候练完球很累 都跑去打吃打喝一顿 甚至就是去唱歌去放松自己一下 但是有一刻 有一个时间 他们绝对不会去做这样的事 不然早早的平常都要教练去说 好啦 睡觉啦 好啦 今天晚上不准跑出去玩 那一天晚上没有人会跑出去 为什么 因为第二天要关亚军赛 哇 我们努力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这个时刻 明天要关亚军赛 我们现在还敢出去放肆 还敢去玩 去喝酒 去唱 不会 你不需要人盯 为什么 因为明天是一个多么关键的时刻 为了那个 他成为一个棒球职棒的这个 这个国手 选手 不就是为了那个时刻吗 那个时候 大家都愿意放起来 今天晚上不吃宵夜 今天晚上不去唱歌 今天晚上不出去玩 为什么 因为看到一个重要的事情在前面 施喜爱的一生被神来使用 所以他从一出生开始 他的父母亲就预备他 清酒 浓酒 都不喝 因为知道他的一生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神托付给他的 什么样的事情呢 他说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 这些人是他的百姓 是他的同胞 这些人越走越远 越走越离谱 但是他知道说 上帝对这个人有一个 对他们的孩子有一个新意 是说他要使那些走错路的人 而且是许多人 非常多的人 因为他能够走回来 能够转回来 从错误的路上 转到正确的路上 这是多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是人生命当中 一个多荣耀的任务 因为他知道神 对他生命里有一个荣耀的任务 一个神预备要他做的事 所以他愿意放下一些 原本他自以为我应该享受的权利 我应该享受的这些 我愿意放下这些 像那个球员 愿意今天晚上不吃宵夜 今天晚上不出去玩 今天晚上不跟女朋友约会 今天晚上不 是因为知道明天有重要的事 你知道吗 在你的一生当中 也有一个神荣耀的任务在你的身上 你愿不愿意预备自己 有所舍 预备自己 成为贵重的器皿 愿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 那个任务 我们都能够顺利的完成